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框架 有自己的传统历史习惯等等的限制 所以台湾是在某些方面有限制 但是美国你说它很开放 但是它在另外一些方面也有不同的限制 所以这个我倒觉得说不必妄自菲薄 不同的国家只是不同的程度 不同的方面的差异 并不是说美国就有多好 事实上我在Facebook上也写过一篇很短的 几乎像新诗一样叫做美国梦 就是说在台湾怎么样 在美国怎么样 其实美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只不过不懂的人就以为它很好 就像说我们在本土公司的人可能会羡慕外商公司 可是真正进去外商公司的人就会发现 好像也是很多问题也没那么好 你说什么政治斗争啊 什么抱老板大腿啊 那些外国人一样会做 只不过呢 就是因为你不懂得他们怎么做的 你看不懂以为说没有这种问题存在 所以常常都是这样子 就是或者说我们看演艺圈觉得哇光鲜亮丽 可是演艺圈里面也会知道哇好多黑暗面 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生活圈都是一样的 那台湾的话呢会说 大家感觉框架比较多只是因为你自己深受其害 所以你感觉特别强烈 到了美国一样你说种族歧视 台湾种族歧视其实很少 有那么一点不多 美国种族歧视其实很严重 不要说黑人白人亚洲人 甚至同样是白人之间 也会有这个问题 比方说我有一次从纽约去德州 参加一个比赛 然后走在路上呢发现 马路对面有个牛仔模样的人对着我们喊 我还没听清楚 就旁边的美国人跟我讲说他在喊什么 德州人在喊说纽约克滚回纽约去 我说他不是在骂外国人 他是在骂纽约人 所以即使是美国那种地方 你觉得他很开放很先进 可是他的歧视的情形其实比台湾严重很多 是因为整个社会风气开放 还有就是说网路社群媒体的发达 让大家表达意见 然后交换看法的这种沟通管道越来越多 而且越来越快 那在这个心理的基础建设上面 已经打破这些框架之后 上面所衍生出来的这些现象想法 自然很快就能够进步 所以我只是供逢其会而已 那在我的这些演讲方面 很多都是找我去讲一些专业的东西 云端运算啦 数据中心啦 大数据啊 这些东西 但是有的时候我也碰到很好玩的情形 像有一次一个企业找我演讲 说讲云端运算 然后进去了 要开始讲云端运算的时候 我就发现 底下200个人大概有150个在滑手机 就已经不打算听了 我在想说好 云端运算这个题目 我就问主持人说 你们之前是不是有一系列的这些讲座 他说对啊 很多啊 但是觉得说你有不一样观点 希望你来讲 我说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干嘛再讲云端运算 我就问听众说 好想要听云端运算的举手 两个人 然后说好我可以讲别的主题 比如说讲创新 就是我这个突破框架这个演讲 想要听创新的举手 哇一大半都举手 我说好那马上换题目 然后当场就换题目 然后就开始讲 然后大家就很高兴 所以我是觉得说 在很多这种知识的传播上面 或者意念的表达上面呢 其实很多人已经有相当程度的接触 相当广泛的背景 那并不需要说一直去鼓吹这件事情 只要在适当的时候给一点催化剂 让大家有表达的意愿跟机会 这样子就好了 我觉得就是看别人提出来的言论跟意见的时候 能不能看到它的核心 那有些人会被包装所迷惑 觉得说你讲话态度怎么这么差 你怎么用这种形容词来骂别人什么的 那把这些都剥掉了之后 看到它的内容再决定说 这是不是值得回应的 不值得回应就放过去就是了 就像说我收到一个包裹 包装弄得很脏 然后地址写错 那我需不需要在乎这些事情 还是打开看包裹内容到底是什么 内容如果是空的 那我就算了 这个写错就写错又怎么样了 弄脏就丢掉就是了 那但是如果包裹内容 是真的有意义的东西 那我再把它拿出来 我就这件事情来做回应 那不必理会别人的态度是怎么样 像我在Facebook上面 我也曾经回应过一篇 就是说人家私讯来跟我讲一堆事情 我一看就觉得是像那种 人家所谓的什么下去零五百 那种写的东西 可是呢它里面的确有提到一两个重点 然后就说好这个网友我也不知道是谁 那个Facebook的profile看起来一片空白 所以我在想可能是那种零五百的 那不过它提到这个重点 我觉得值得回应 所以我就公开回应了 结果回应之后呢 这位就跑出来了 说其实我是谁谁谁 然后我在哪里工作 我看过你这些 那只是觉得说 只是我平常都潜水 不出来讲话 但看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应该要跟你讨论 然后结果我们后来就变成联系很密切 这样子 那我觉得很多这样子的人 都是担心说 自己出来会不会碰到那种 乱丢垃圾乱甩泥巴的这种 然后花力气去纠缠 所以他有想法 他也不太表达 然后偶尔他真的碰到了有相当的诱因 让他出来表达意见的时候 你如果用正确的态度去对他 其实以后可以建立很好的良性互动 其实这就像我刚刚讲的那潜水的人一样 大家认为公务员是这种 满汉 然后官僚 然后推卸责任 这些那是因为他在那个环境里面 那生存的必备技能嘛 可是呢其实很多人是有心做事的 你只要给他适当的机会 那就像我刚刚讲的 今天呢工人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同样的你把它包装剥掉 看他核心是什么 如果那些核心是值得鼓励 值得推广的事情 我就会帮他 而不去看说 这个机关 这个单位过去名声很不好 或者说过去都是用一些 官样文章做文比赛的方法来说 你为什么去帮他做这些事 我觉得 那些是可以训练 他慢慢把这些外皮剥掉 然后把这些传统的这些 可以说 人体上死掉的组织 慢慢割掉 然后重新让他长好 这些事情是做得到的 像我去帮行政院 那个事务官政务官上课 然后还有总统府上课 很多人就会说 哎 那政府没救了 你为什么要去帮他们讲这些东西 讲了他们听得进去吗 那几堂课加起来大概有400人 我觉得400个人 只要有10个人听进去了 就有用了 我不期待说400个人 全部都能够 因为听了这些课 就改变 因为听了这些课 就有新的做法 想法 但是其中只要有10个人 他就能发挥他的影响力了 我们换一个开玩笑的角度来讲 我们说政府效率很差 政府效率很差 只有民间效率的10% 那也就是说400个人里面只有40个真正在做事 那这40个真正在做事的人 如果有10个人生产力能加倍的话 我们整个政府效率不就提高了25%吗 那不是很好吗 其实很简单 就是任何一件事情都去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后呢 当一个想法被阻止的时候 你要去问为什么不行 我们知道设计师这个行业是非常有创意的行业 都会有很多新的想法跑出来 可是这两天呢 我就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那个礼拜一 我们有一个记者会公布了一个政府网站 引进民间创意的一个竞赛的做法 然后呢 就觉得这还不是老套那种官网竞赛什么 然后政府的东西限制一大堆啊 你真正创意都不能做啊 有一位在设计界还蛮有名的朋友 就在Facebook上面跟我在辩论 我说不会啊 这个完全没有开规格啊 所以什么都可以做 他说可是你说政府官网 有可能放一个什么 那我想说中华民国官员打地鼠比赛 就是一个头一个头冒出来 然后你去打他嘛 不可能放这种东西啊 对不对 我说为什么不行 今天你说政府入口网站 你想要去内政部网站 你就要打到内政部长才进得去啊 你想要去看经济部网站 你就要打到经济部长才可以进得去啊 为什么不行 他就说可是官网那种死板板的东西 我说谁说一定要那样子 这时候我们就讲了嘛民间创意嘛 你的创意就来啊有什么关系 所以有的时候是反过来 自己认为很有创意了 然后认为你们都不接受 这是另外一种框架 或者说我们在美国看 这个人家说有种族歧视 说这个白人歧视黑人 然后黑人要保护自己 所以黑人碰到白人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那你这不是也是一种歧视吗 黑人对白人的歧视 同样就是生活上到处都会有这种框架 自己不知不觉的就会冒出来 那重点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讲说 why not 随时都能讲why not 那就可以打破这些框架 所以我书里面后面有讲一句话说 三思而后不行 就一件事情你不想做的时候 不能觉得不能做的时候 你真的想想看真的不行吗 假如今天你就是要为反对而反对 你是不是可以举出一些反对理由来 那如果那些反对理由真的有理的话呢 那所以愿意当自己的敌人 来攻击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就能够让你打破这些框架 谢谢大家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